男人在路上疯狂的调戏一旁女司机满嘴的乌言慧语 女人本打算忍一忍 但混混不依不饶 老虎不发威你当我好欺负 叫 继续给我叫 来来来 你从车上给我滚下来 看我不把你的嘴给撕烂 看到女人这么猛 混混只能拾去的撒腿就跑 原来在不久前 女孩闺蜜被校爸灌醉侵犯 没想到这一群校爸还把视频传到了网上 人人都将她视作不知廉耻的挡斧 受到委屈的女孩跑去找校长主持公道 结果校长为了不让学校的名誉受损 选择视而不见 女孩顿感绝望 于是两周后的一个清晨 她怀揣着仇恨与遗憾离开了人世 只留下了伤心欲绝的好朋友 独自对抗着这肮脏的世界 因为目睹了闺蜜想不开的现场 这给安娜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至此之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愿意再去学校上课 而是夜夜跑去酒吧消磨时间 因为闺蜜的事情 让她对男性产生了超乎寻常的仇恨 生活中凡是见到好色易怒之徒 她就必定要给这些渣男好好上一课 因为中途辍学的缘故 原本虔诚似锦的安娜 现如今只能在朋友的咖啡店打工 而当年连考试都不及格的男同学 如今却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儿科医生 所以在见面时 男人忍不住唏嘘了一下 本应是为安娜的遭遇感到遗憾 结果却让女人误认为对方是在羞辱自己 男人提出了约会的邀请 原因是她自大学起就一直暗恋着对方 面对男人的主动示好 起初的安妮一直保持警惕的状态 因为闺蜜的遭遇让她对男人早已心灰热冷 但随着萧恩不断前来并展现出真诚的一面 最终女人还是被她的善良幽默所打动 刚开始两人相处的还不错 男友的体贴也让她慢慢的放下了心房 可直到这一天 萧恩在谐聊中提到了两个老同学 一个叫莫莉 一个叫阿坤 前者是安娜在大学时寄完的很好的女同学 前几年嫁给了富豪 又升了队双胞胎 日子可谓是过得幸福美满 而阿坤则是当年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虽然学习成绩不算很好 但依靠着家族里的人脉关系 现在也混进医院当了一名麻醉医生 近期即将迎娶一位性感的超模 听到这两个名字 安娜脸上突然流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因为那个阿坤就是侵犯闺蜜的恶魔 莫莉则是散播谣言的那个人 回忆起当年的事情 安娜只觉得身体里翻江倒海的难受 凭什么他们能光鲜亮丽的活着 越想她越不甘心 于是夜晚 女人打开了社交账号 调查起了阿坤和莫莉的行动轨迹 再明确了目标后 安娜重新列了一个名单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首先 她通过社交账号联系到了莫莉 以同学叙旧为由将其骗到了餐厅 在此之前 安娜先将酒水进行了调换 此也在几番推杯幻展过后 女同学已经变得醉醺醺的 而她则十分清醒 眼见时机成熟 安娜提到了当年的事情 她想亲耳听到对方的忏悔 结果女人张口闭口都是闺蜜的错 指责她当时不应该喝那么多酒 活该被男人占便宜 厌倦对方说的头头是道的样子 安娜二话不说离开了餐桌 此后 她将酒店房卡与支票交给了一旁准备就绪的男人 女人迫切的想知道 等莫莉明早醒来 看到身边的陌生人又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第二天 安娜果然收到了女同学的电话轰炸 她想确认自己醉酒之后 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可安娜却对此置之不理 她要让莫莉也感受一下闺蜜当年的绝望 安娜的第二个复仇对象 是大学时期的女校长 但在见她之前 女人先去了一趟高中 在一切都办完后 安娜才不慌不忙的来到了校长办公室 然后问出了那个缠绕多年的疑惑 为何当初校方要包庇一个强奸犯 难道只因为她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吗 校长说自己是本着一罪从无的态度 在解决这件事情 她至始至终都没有错 而且在她看来 女生喝醉酒本来就是不自爱的表现 难不成她要为了一个自甘堕落的女孩 去毁了一个优秀亲年的未来吗 安娜听后不怒返校 她劝校长一定要坚定自己刚刚的想法 因为就在三个小时前 她把对方的宝贝女儿也介绍了几个男孩认识 就在当年闺蜜出世的那一栋房子 意识到女儿很有可能被侵犯 校长一改之前淡定的模样 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而安娜则安静的看着她发疯 直到最后女校长颓废的坐下来 承认自己当年确实是做错了 女人这才肯放她一马 说女孩只是被她送去了附近的一家餐厅里待着 根本没什么坏男孩 之所以这样做 只是为了教会校长什么叫做感同身受 希望将来不会再有女生因她的歧视而遭到伤害 安娜的第三个复仇对象 是当年为阿坤做无罪辩护的律师 和之前不一样的是 这个男人还尚存一些良心 听说安娜是为死去的闺蜜讨回公道 便立马的跪在女人的面前真诚的忏悔 她说当年阿坤本该被判有罪 是她从女孩的社交圈里面 找到了那些喝醉酒的照片 利用这些让陪审员们相信 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自甘堕落的坏女孩 原本律师只想靠胜诉赚点钱 没曾想却导致了一个女孩的死亡 至此之后 她每天都生活在自责当中 希望有朝一日能取得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看出律师真的有在悔过 安娜决定放她一马 出门后将埋伏在周围的打手全部撤退 事后 安娜去探望了闺蜜的母亲 并隐惑地说出了自己复仇的经历 原以为对方听见会很开心 结果阿姨却劝她放下仇恨 好好地去过自己的生活 因为这也是她女儿所期望见到的结果 有了闺蜜母亲的规券 又想到与男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安娜将复仇计划的本子扔进了垃圾桶里 打算开始好好过自己余下的人生 可就在这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老天却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之前被她灌醉的茉莉因为打不通电话 只好亲自找上门来问 酒店里的那个陌生男人是谁 看着女人着急上火的样子 安娜也懒得继续和她周旋 于是便告诉对方 那只是她安排的一个朋友 当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 听到这里 女同学似乎明白了她为什么这么做的目的 为了感谢安娜的手下留情 茉莉交给了对方一部旧的手机 这里面存着闺蜜被侵犯时拍下的视频 不仅如此 女人还顺势地说起了一段往事 当年除了安娜以外 几乎全校同学都人手一份 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将她交给了法庭 听到这里 安娜对人性感到无比失望 不过 真正让她崩溃的却是视频里的一段话 安娜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未婚夫竟然也参与了这一次暴行 她觉得既恶心又愤怒 复仇之火在此刻重新点燃 随后 她找到了萧恩 追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方表示 自己当年还只是个孩子 围观并不能代表犯罪 男友的无耻辩解让安娜彻底看透了她 她先是找到了阿坤的地址 安娜知道萧恩最在意的就是她的前途和面子 于是她便以视频为妖险 最终换来了阿坤开单身派对的地址 几天后 安娜身穿性感护士装 敲响了位于郊区的一座独栋小树 今天 她打算跟阿坤好好清算一下她所欠下的债 当安娜走进了屋子时 所有的男人都躁动起来 他们都以为眼前的女人是哪位朋友起来的住姓演员 于是便都猥琐的跪成一排 也就是趁此时机 安娜挨个给男人们逛下了烈酒 随后再加阿坤骗上了楼上的房间 说自己为新兰观准备了一场特别演出 阿坤本以为对方要耍什么花样 于是便乖乖配合 没有想到手被固定吼 女人却一改之前轻浮的笑容 自顾自的介绍起了自己 听到闺蜜的名字 阿坤这才察觉到情况不对 随后她扭动着身躯大声的呼救 但是楼下的兄弟们睡得跟死猪一样 安娜索性也不装了 她说自己此次前来 正是为死去的闺蜜复仇 安娜举到来到了床边 做事要搁下去 可就在这时 手铐不知为何突然被打开 争多束缚的阿坤也瞅准时机 反身压了上去 并用枕头死死的按住了对方的头 直到女人完全卸了力 她才敢松手 阿坤躺在床上 感叹着自己的劫后余生 没想到安娜的复仇计划 这才正式开始 第二天 朋友上楼发现了这惊恐的一幕 为了避免惹祸上身 她帮着阿坤将尸体脱去了野外焚烧 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安娜失踪后 她的父母抱了紧 肖恩看见有警察来找自己问话 便猜到了女友很有可能遇到了危险 但她担心当年做的丑事会暴露 毁了自己的视野 所以最终什么也没说 几天后 阿坤照常举办起了结婚典礼 接到邀请的肖恩前来送上祝福 可就在此时 肖恩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了安娜定时发来的信息 内容是 你不会以为就此结束了吧 还没等男人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下一秒 警笛声就从不远处传来 紧接着一群警察赶到了现场 将原本春风得意的阿坤团团围住 原来安娜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料 所以在去乡间小屋之前 她就给那个良心律师寄了一封信 以及记录阿坤等人最新的旧手机 安娜在信中叮嘱律师 如果自己遭遇不测 就将东西交给警方 为保万一 女儿还做了一些打算 那就是将刻有闺蜜名字的项链戴在身上 即便是有天自己的肉体被粉毁 相信这一条遗落在案发现场的项链 终将成为给阿坤定罪的决定性证据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安娜疯了 竟然拿自己宝贵的生命去惩罚坏人 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可事实上 安娜的死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 这些年来 她一直无法从闺蜜的死亡的阴影中走出 精神状态出了问题 父母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没有安慰女儿 而是用一个洗礼箱将安娜赶出了家门 所以即便是不是为闺蜜报仇 安娜的结局也必然是悲惨的 这次影片 虔诚似锦的女孩到此结束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